欢迎小QR 给我加入罢免选举 航远市民举着首版宣传 呼吁罢免国民党立委图全级 有许婷等人 罢免海啸来袭 青岚立委高金苏媒 下周赶紧在内政委员会排案 修选罢法 依照现行规定 罢免立委只要同意票多于不同意 而且同意票数达选举人总数 25%以上就能通过 国民党立委许宇珍提案修改成 立委当选一年内不能提议 和联署罢免 更要求罢免的同意票 必须比当选票数还要多 也有很多人提到说 当选的票数跟罢免的票数 是不是应该当选的票数 超过罢免的票数 那也是值得讨论的 增加人民行使罢免权利的难度 说穿了这是害怕罢免 背离民意 更是涉及自肥的修法 民进党不会支持 民进党会全力阻挡 高金苏媒安排7月3号 开公厅会7月4号就要逐条审查 如果接下来召开临时会 最快8月通过 但不止绿营权力阻挡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也不赞成提高罢免门槛 只认同过程要更严谨 而且在2016年 选拔法修法降低门槛后 包括时任高雄市长的韩国瑜 时任立委的陈伯维 都被罢免成功 陈伯维发脸书说 他当选票数11万多 罢免票只有7.7万 问朱立伦合理吗 因为当时朱立伦可是这样说 这是一场在地相亲的胜利 台湾民主的胜利 国民党今天说 罢免门槛太低 制度设计不合理 但我们要稳 同样一套制度 当年国民党为什么要全力投入 来发动罢免旅营的名单呢 这不是两套标准 拙视金飞吗 吴思瑶大选国民党 蓝营想修法逐起罢免高墙 只怕更热来民意反扑 好 这次国民党提出的 这个罢免法修法 其实讲得很加明白 就是罢免的票数 要高于当时他当选的票数 不过这个情形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民进党立委就大选说 你过去国民党在发动 罢免民进党名代的时候 你怎么就觉得不合理呢 我觉得民进党立委讲得非常好 川哥叫做拙视金飞 两套标准 对 上次陈伯伟的时候 其实当时在从这一个开始联署 到最后整个国民党是压下去 这一个罢免陈伯伟 那当时陈伯伟被罢免的票数 是七万七千多 可是陈伯伟当选的票数是十一万多 差这么多 这两个除起来大概是六成多 六成多 六成就把罢免掉了 就是他比他原来的得票数的六成 把他罢免掉 那现在朱立伦的逻辑是说 人家如果得十万 你六七万 六七万把他罢免掉 没道理 那你是在怪当时把陈伯伟罢免是一件不合理的事吗 这同样的标准吗 那当时的这个带头去罢免的没有朱立伦 当时带头罢免的是谁 那个照片看出来吗 赵绍康 副总统候选人 高雄市长候选人柯智恩 台中市长候选人江启成 台南市长候选人谢龙介 三个要选直辖市长了 加一个副总统候选人 然后议员有谁 议员有许晓鑫 罗志强 黄宏威 这张候选人 就是这张 就是这张 把当时照出来了 对就是这张 就是这些人 当时都跳出来要罢免陈伯伟 110年10月22号 对 然后呢 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讲说是国民党跳进来 就是公开的吧 这公开的 还说欢送3Q 公开的活动 民进党现在这一次面对这一个所谓的谢国良的罢免 民进党的党主席 民进党的秘书长 没有公开讲说我们要去罢免谢国良 民进党的党公子 也没有说我们要罢免谢国良 民进党只是现在有几位市议员 他们在地方的压力非常的大 因为地方的乡亲想要联署罢免谢国良 要去拿签都不知道 网络他们就要拿去拿刀都不知道 他们最熟悉的就是议员服务处 那就议员服务处说 好啦 不然你们拿来我这 我把民进党去这个公民团体 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你有看到任何一个基隆市议员 在那边摆摊 在那边跟公民团体在一起 喊说要罢免谢国良 没有 上个礼拜 我记得川哥也讲说 其实民进党的立场 并没有那么直白想推罢免 不是 这种形式有很多种 一种就是说我们公开开记者会说要罢免他 第二种是有人带队站上那个罢免谢国良的舞台 高喊罢免谢国良 这些事情民进党都没做 上个礼拜就讲了 都没有做 因为现在是公民团体在进行中 公民团体其实他们内部也会讨论 要不要让民进党进来 因为让民进党进来 就升高到蓝绿对决 对公民的联署未必有帮助 会压过去 未必有帮助 所以他们有各式要考量 所以公民团体要怎么弄 民进党站在旁边 当然就是说 我们能够帮你 联署是不是收来交给你 后面都是你们去处理 所以我刚刚讲说 他们到底收了几份 接下来会怎么做 这个整个的策略 都是这些团体自己要决定 民进党没有办法 去介入到这里头 那现在国民党想要去 下礼拜想要去修 这一个选罢法 礼拜三开公厅会 礼拜四直接要上修 那一个罢免的门槛 逐条审查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 今天他在选立委的时候 这些国民党立委就公开 比如说像岳元智就公开讲说 来请你们投给我 你们投给我以后我会去修法 修到你们没办法罢免我 请大家支持 请你们投给我 如果我得11万票 下次我跟你保证 我如果得11万票 我跟你们保证 我如果当选 我会去修一个法 要比我得票数多一票 才可以罢免我 请大家支持 选民会投吗 不会 选民怎么会投 我现在把票投给你 我下次要罢免你的时候 我要再多拉一个人来罢免你 不会这样吧 照到底来说是 你们现在把票投给我 我做得不好 你们就把我罢免嘛 不是这样吗 这个理由才是对的 逻辑上才是对的嘛 现在国民党的54位立委 在告诉大家说 我们当时选举的时候 我们赢了 现在我们要修一个法 让你没办法罢免我 如果你们要罢免我 拜托你们再去 多拉一个人来罢免我 除了你们当时投我以外 再多拉一个 才能够把我罢免掉 这句话我希望 国民党54位立委 都公开讲 不敢说吧 公开讲 然后呢 下次要选立委的时候 他们的共同证件 不敢说吧 就是我们在立法院 推动的修法 修法修到怎样呢 修到如果你们 用11万票支持我 那我们下次罢免我 你们交11万零一票 这是我们的成就 我们共同的政见 我们实现了 川哥说要公开讲 那院制委员 你要不要现在马上先讲一下 但是现在要推动罢免我们的 都不是投给我们的 现在要罢免我的是 罗智正的助理 输了然后结合民进党的议员 要推动罢免 所以跟他讲状况不一样 那要讲到陈伯威 之前还要讲韩国瑜 当时要罢韩国瑜的时候 民进党不是所有党公子 全部站起来呼吁要罢免韩国瑜 所以才会有后面的陈伯威 大家都忘了韩国瑜那一段 那现在就变成一罢 一罢接一罢 那现在 那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子 民进党要来罢免我们 国民党我们刚选完要罢免我们 那国民党支持者 要跑去罢免民进党支持者 我们这四年会很乱 因为罢免跟选举不一样 你选举可以快乐希望 罢免就是仇恨 就是把你讲得很烂不堪 然后就整个社会会很纷扰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有讨论的空间 刚刚川哥说 其实民进党并没有站在 要罢免对方的这个角度上面 并没有啊 没有啊 有吗 有啊 你们要证据我也可以拿出来 就是我们对手输了 要罢免我们啊 那这个是罢免的意义吗 我赞成一传讲的 就是投给我的人 觉得说我做得不好 要把我罢掉嘛 对不对 那我们对不起选民嘛 现在不是 现在是 议员之后我问你啊 对 你上次得多少票 七万八千票 七万八千票 那你赞成要罢免你要多一票 我觉得如果说罢免 变成这种这种抢位子式的罢免 就是愿赌不服输的罢免 谢国良这次的罢免 有很多当初提提谢国良 谢国良来提签这个联署书 立法院修法是一个长治久安的修法 修了修了法之后啊 就是大家都要适用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国民党提这个案子 你也是国民党的立委 现在国民党提这个案子 你可以公开跟选民讲说 你们上次投我七万多 现在要罢免我 我支持啊 要多一票才可以罢免我 然后这是我们共同的证件 我下次选举的时候 这是我们的成就 我们立了这个法 让你很难罢免我 我的支持者根本不会在乎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希望我做四年嘛 现在是没有投给我的那些人的 其中一部分要罢免我嘛 民进党的一部分要罢免 他本来就不是投我的嘛 所以现在罢免已经被滥用了 现在是本来没有人要 觉得罢免有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罢免时代 那我就要问说选民希望看到 未来四年这样乱来乱去嘛 那如果这样那国民党干嘛修法 就是觉得 因为大家就门槛太低了 所以大家就想说 选输我来罢你啊 我来争取再选一次的机会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 大家如果两党大家都讲好说 大家不要搞这种就是 二轮式的罢免 选完的 李昆成选赢了嘛 他对手来罢免他 对不对 你的对手 应该也有超过罢免的票数嘛 这没完没了 现在蓝营之责 也要去罢免吴思瑶了啊 那所以这样子真的没完没了 现在才会有这个讨论 那益川也 因为礼拜三有空听会啦 你也可以去表达你的意见啊 礼拜三空听会 礼拜四才讨论 不要啊 我们就是反对啊 我现在问你知不支持啊 我觉得如果说现在搞到这样子 没有我觉得如果未来搞到四年 就是整个社会充满仇恨 然后大家这样子无止境的 都在搞选举 那当然就是门槛板就太低了啊 第一个啊 叶元兹都常常错误的认知 说这是民进党 或者是民进党的 他的对手所发动的 根本不是嘛 这是公民发动的 叶元兹你也不用急 因为还没有发动到你 你还有半年可以反省的时间 让公民对你的仇恨值不要那么高 这第一点 第二点立法有信赖保护原则 什么叫信赖保护原则 我投给叶元兹的时候 那时候的选举罢免法规定的是什么 我罢免你的权利 就是当初我投给你的权利嘛 那个就是双四分之一嘛 要有四分之一的人出来投票 这时候我投给他选举他的时候 是那时候适用的罢免法 可不可以讨论修改罢免法 可以 但是通常立法原则 会有所谓日出条款 也有本届不适用 下一届才适用嘛 因为我当初投给你的时候 那个罢免法的法律就在嘛 你不能因为我可能被罢免 所以我就剥夺了人民 当初我赋予给你的投票权嘛 的罢免权嘛 所以你不能因人而修法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要讲说 礼拜三礼拜四 这个牌公厅会跟所谓的委员会里面 讨论要不要把选拔法门槛提高 这件事情是非常有鬼的事情嘛 其实叫做弃国粮保原资嘛 是不是为了过谢国粮修法 因为谢国粮已经过了 而且是会增加谢国粮的仇恨值 本来可能只有 现在是三万六千份 可能因为这两天 你们提出这个选霸法的修正案 可能会冲到五万份了 为什么呢 可能所以最后的罢免的投票 可能都会罢免谢国粮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把这个门槛提高 我的仇恨值就全部算在谢国粮身上嘛 而这个修法最后的关键 还是在民众党的态度嘛 因为现在已经说了 听说是高金素媒不会出席 那内政委员会现在 如果高金素媒不出席的情况下 蓝白就是六票对六票 那关键就是跟所谓的 曼玉珍的民众党这一席 那曼玉珍是什么态度就很重要了 但是我要讲民众党到目前为止 他们对于所谓罢免门槛提高的意见 叫做一人一把号 主席还放炮 以前黄国昌还提出相对多数了 五票同意四票反对我还是过哦 不用那么高哦 然后林国成说我要支持 支持所谓国民党的提高门槛的这个 这个相对的多数 要提高这个罢免的门槛 林国成提出这个主张 因为这几天大家生气起来 说林国成如果你要提高这个门槛 我就罢免不了林国成 我罢免的女儿可以不要 所以变成是民众党的议员 现在在选区里面都压力了嘛 所以黄珊珊才在脸书里面写说 我们反对民众党反对提高罢免门槛 猫腻在这里提高罢免门槛 你们柯文哲主席又跳出来说 我们反对提高罢免门槛 但是我们对于所谓的联署门槛要提高 罢免门槛包含联署好不好 不管是投票或联署都属于罢免门槛的一部分 所以柯文哲你不要搞怪 故意说我们要提高所谓的联署门槛 而不提高罢免门槛 要反对的全部反对 民众党不要一人一把号意见不同 全部又要来包牌 因为害怕你们的议员被罢免 你们就要配合国民党 提高所谓的罢免门槛 而麦玉珍礼拜三 礼拜四的态度 如果麦玉珍放水国民党 继续不举 放水国民党提高门槛 我直接讲啦 现在网路上一堆网友已经说 民众党如果敢提高罢免的门槛 他们就发动民众党去罢免他们的议员 台北市有四席啦 全部先罢免再说 麦玉珍你在民众党一点贡献都没有 你是因为民众党的这个所谓的政党票 当上这一席的立委 如果你敢背叛民众党小草的精神 如果你可以背叛黄珊珊在脸书说的 民众党反对提高罢免门槛 你最好在内政委员会继续不举 继续放水 放水给国民党过关之后 你们遭殃是谁 遭殃的就是你们现在民众党的各地的议员 这些各地的议员 还不用像岳元智还要等半年可以反省 不用 现在就可以启动罢免民众党的议员 所以各位很明白的地方就是 国民党要改 民进党反对 柯文哲说我不支持改罢免门槛 但是发动罢免的联署程序应该更严谨 所以接下来民众党是关键的数字 对 而且你会发现他这个讲话是矛盾的 第一个他说我不支持改 但是他后一句又是什么 这个程序应该更严谨 什么意思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需要改啊 因为现在的程序不够严谨 所以需要改嘛 所以柯P的目的是他也要改 所以他的伏笔就放在这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他的战术一定是说 我可以不表态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现在不够好 程序应该要改 所以我不反对 也不支持现在国民党提出来的版本 他在看风向吧 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看风向 然后他就在看地方的这个 现在民众党的支持者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你们到底是愿不愿意支持 现在大罢免时代 你愿不愿意选边站吗 我举例来讲 像是一个 就要讲像松信是其中一个指标 为什么 因为松信的中间选民不少 大概也有一万九千多张票 那你柯文哲要选择的是 你民众党的态度就跟我认为 跟这个推动选霸法有没有关 你挺不挺国民党 这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个松信的部分 这一万九千多张选票 是要去支持罢免许晓星 还是要我认为这个 我不要去反对罢免许晓星 这个的话都跟柯文哲下的决定有关 所以刚刚算张逸上一直在喊麦玉珍 麦玉珍他那个关键的少数 真的是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党役的关键 如果今天麦玉珍他勇敢投说 我反对 我反对国民党提的这个选办法 那证明什么你知道吗 证明他们可能会支持 基隆罢谢国良 你懂吗 他就是我愿不愿意跟国民党交朋友 去交换利益 而他的利益谈好了没 或他的利益的下一步是什么 可能还在谈当中 我觉得在谈 所以柯文哲现在没有把话说死 他现在说的是 我不支持 可是我也对现况不满 这就是他的态度 对现况不满讲清楚 他就是不清楚 所以他有游离的空间 所以很简单 你今天谢国良如果被罢掉 其实他后面还有一个副市长 副市长是民众党的 坑文哲的闺蜜 邱佩玲 对不对 那黄珊珊可能也可以去那边选 有各种的机会 各种的旗帜的推演 后面好多剧本会出现的 对而且我说真的 我哪说难一点 谢家就台坡大楼 柯文哲现在换办公室都要搬去这个中央党部 全部都要搬过去台坡大楼 你说他们的感情不好吗 我认为就是还没有谈判 还没有谈判 那也还没有妥协 我认为柯文哲现在最大的筹码 就是这个选败反的谈判 对他才能交换利益 你懂我意思吗 他跟谢家不是不熟 对啊 他跟这个谢国良也不是不熟 连姚宝珍都在那里 那他现在最担心什么 如果我直接跟国民党合作的话 我民众党会不会崩盘 如果我直接跟国民党合作的话 我是不是真的就是小兰 现在是临界点 对 所以他现在把张力做到最大的时候 再去做选择 所以柯文哲每次选择 都在倒数30秒 对 我的想法他现在就是 筹码有了 互相两边在喊假 关键委员 所以礼拜三要进行公听会 礼拜四逐条审查 我就不懂 为什么第一天公听会完后 马上逐条审查 那感觉上也是所谓的蓝白 他们希望通过人事的优势 要让他通过 他们就打算在下礼拜通过 那个公听会只是个幌子 对 因为最终还是在礼拜四 也很好看的而已 对 那公听会就是一个过场 哪怕穿跟在那边说反对反对反对 也是没效 他们就是要过 是不是这样意思 而且这条文其实很简单 就两条 一条就是说 这一个你的罢免的 现在同意罢免的票数要高过你 当初你这个 这个得票的票数 这个才行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这个罢免的这一个前一年 你不能这个做任何的讨论 因为现在你说现在这个 比如说2月1号 现在是2月1号 这个才能罢免立委 那现在不是现在很多人讨论 就是说哪一些这个立委 有可能会罢免 如果这个法条通过之后呢 这个你也不能在这个罢免前一年 就做讨论 不行 你一定要等到这个2月1号 满一年之后才能进行讨论 其实法条很简单 就两条 那其实过去 国民党本来要禁副恶毒 那后来被抓到之后 那媒体舆论觉得说 这不妥 这么重要的法案 怎么可以直接禁副恶毒嘛 所以后来国民党退回来 那退回来 现在就是慢慢来 就程序委员会 现在就报到这一个 内政委员会去了 那现在我认为 国民党他们就是要修 他们就是要修这个 就是他们认为就是说 这个有很多的立委 有可能会被罢免 如果不修掉这一个 不增加这个门槛的话 真的有很多国民党的立委 有可能会被罢免 所以他们必须要修这个条款 那这个修了之后 那当然能不能过 民众党是关键嘛 不论是在委员会 你说曼玉珍 他是关键的一席 那或者是说 真的到了这一个立法院 要做恶毒的时候 民众党这八席都还是关键 所以我认为说 你现在你不管说柯文哲 他是讲什么话 我觉得他都是包排式的说法 但是你最重要的就是看说 你在恶毒的时候 如果真的要表决的时候 那民众党的意见态度是怎么样 他会不会说全部 那就又不投票又不出席 那就是保送 那就是等于变相支持 又是暗地帮忙 对就是等于变相支持国民党嘛 那还是说他们来 投这个弃权票 那也是在帮忙国民党 那除非他们就是来 然后投下了这一个反对票 那就是第一次 民众党跟国民党的意见不一样 过去完全没有 要摆脱小蓝 过去任何的所有的投票 民众党就是小蓝嘛 他们所有的这个意见 所有的投票的方式 都是按住 不然就是民住 就是让这个国民党 他们所想要的法案过关嘛 所以说现在我认为 国民党就不要双标 过去他是怎么去对待这个陈伯维的 国民党那时候全部啊 全部都下去 就是要反对 就是要去支持 罢免这个陈伯维 结果他现在就是说 哎哟现在怎么 怎么民进党可以这样子做呢 那过去这个陈伯维被罢免的时候 为什么国民党没有这样子讲 现在罢免了 现在民进党之后去支援谢国良怎么样的 好像是民进党又进去了 那国民党现在就双标嘛 所以国民党我觉得你现在要搞清楚 谢国良本来仇恨值没有这么高哦 他是那个net的那个强闯 这一个人家的私有的产地 然后接下来又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刚才讨论很多 就是谢优这些标准的事情 才让基隆市民的这个 对他的这个仇恨感 仇恨值增加嘛 那所以说你要罢免一个人 其实不是这么容易 那就像叶伯维之讲的 你说今天怎么支持你的人 不会去罢免 错了 有可能支持你的人当初投票给你的人 不赞成国会扩权法案啊 怎么说你立委可以自肥呢 怎么你立委定了一个法案 来制裁我们人民呢 所以当初投给你的人 也有可能现在支持你 要反对你啊 要罢免你啊 所以不是说支持你的人 当初投票给你的人 现在就不会罢免你 这不可能啊 这是两件事情啊 刚才说他其实也很紧张 因为其实已经有人在动了 我不知道他所谓动的 动的这个证据是什么样的 我没有说紧张啦 但是有在动啊 上次民进党在新北 初协会办了一个造势啊 就有什么大三元团体 在外面拿一个牌子 说什么都找不到我 我现在也找他 我要跟他说怎么找我 那是公民团体啊 那是公民团体嘛 你不能说他出现在民进党的唱和 而且那是在组成 但是我们地方 板桥地方就是谁在推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嘛 对啊 这个 我觉得这个 如果大家觉得罢免可以这样使用的话 是符合民主的话 我也没话讲 发明这个题目下个礼拜会见真章 另外还有民众党的蔡壁如 传出说柯文哲想他回来这个民众党里面做事 蔡壁如如果回来的话 对战狼小姐姐夫妻 对于黄国昌 对于黄珊珊 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 稍会回来 说柯文哲想找蔡壁如回到民众党里面来 可是蔡壁如等等回他一句说 想太多 川哥有另外更传神的说法 这有点像是好几年后传讯息给前女友 说这几年你过得好吗 阿川 回不去了 阿川 你想太多了 阿川 干你屁事 应该是截图出来 po到网路上说这个人有事吗 我问各位 柯文哲上个礼拜 应该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去找蔡壁如 他们见面的第一句话 一定是说你最近过得如何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他回去找蔡壁如 蔡壁如因为现在心有所属 就是人在台中 在卢秀燕的市政府 不管他在那边做什么事 有没有在做事还是只是领薪水 还是在帮卢秀燕部署国民党的组织 还是他在那边发展民众党的组织 都不重要 现在就是说 如果这一个蔡壁如 回了这个柯文哲 蔡壁如一定会问一件事 我为什么要回去 我为什么要回去 我当时离开的理由已经消失了吗 对吧 就是说你去找了这一个前部署 前闺蜜 前女友都一样 对方问你说我现在为什么要回去 当时我们怎么分手呢 当时我离开的时候的 那个理由消失了吗 那个理由就刚刚讲的 比如说这个党部里面现在的人 那些人都还在吗 当时讨厌我的人 排击我的人都还在 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要回去 那如果柯文哲答不出来 那柯文哲就塞尤娜娜就回台北吗 这个我想这个态势应该是这样 所以蔡壁如才会说想太多 对不对 然后柯文哲才会问说 这是不是你是不是某一个电视台 派来问的嘛 这大概是这样的这一个情形 所以他们两个的关系 其实只有他们两个知道了 他们的对话 不过现在看起来应该就是我刚提的 就是说你这几年过得好吗 那如果他觉得他想回心转意 也是有机会啊 柯文哲想搏一搏啊 不是啊 我当我们当时分手的理由已经消失了吗 如果没有消失 我现在为什么要回去 对吧 这个男女朋友或者夫妻玩假 回来回来你回来啦 我为什么要回去 我为什么要回去啊 那可能只玩假而已 我生气了 我生气的理由已经消失了吗 如果没有消失 我为什么要回去 你先回来就不会生气的啦 这都是男人的话术 渣男 你就先回来嘛 对 你就先回来 这个好像很熟悉的对话 现在看电视的 这些男人男人玩假是不是 你男人都跟母人说 你先回来啦 回来就再说了 对嘛 不要这样烦啦 快回来啦 好 那个文哲想的不错 大概是这样的情节 一山兄男人的立场 对 柯文哲找蔡壁如 通常都是要他回来杀人啊 因为血滴子嘛 那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周玉修突然之间上个礼拜 冒出所谓两年条款 党内有意见嘛 那事实上在上一届的 所谓民众党的部分区 立委排名的时候 柯文哲就提出说 要两年条款 那时候我还是中央委员的时候 我就强力反对嘛 因为台联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嘛 你排在后面的人 不断的想要把前面的人干掉 那前面的人不想要走 想要留住 到最后你会团结前面的这八席 变成是直接逗你柯文哲 变对立了吧 直接逗你党主席啊 因为是你党主席定下的规定 我直接把你党主席干掉的时候 我就可以继续当四年嘛 所以我都怀疑周渝修 周渝修对外放话 到底是听了柯文哲的指示 还是听了黄国昌的指示嘛 如果怎么会是听柯文哲的指示 他是秘书长耶 柯文哲是主席是他老板耶 如果他听到说党内有意见 直接问主席说党内有意见 柯文哲直接跟他讲说 大家都有签过啊 有意见你去协调就好了 他干嘛要对外放话 帮谁放话我就问周渝修 你是党秘书长 你为什么可以放这种话 不直接问过你的党主席 所以嘛这件事情 已经透露出民众党 党内的巴西立委 有可能连联合周渝修 要把柯文哲主席干掉嘛 所以柯文哲又想到 蔡壁如要回来杀这八名嘛 柯文哲是一个非常不会懂得 处理人事的人 每次以前在市政府 要把谁FIRE都是蔡壁如去FIRE嘛 现在他这八席已经FIRE不了的时候 他当然想要找蔡壁如 回来把这八席说 你们都两年条款 之后都给我退 结果蔡壁如已经说 我为什么要帮你杀人 有好处的时候都没有我 我去杀人之后 所有的账都摔倒在我蔡壁如身上 当初所有对于蔡壁如不满的人 跟柯文哲讲不满的人不能让他回来的人 不就是同时是蔡壁如杀的人吗 而这些要杀的人都是叫柯文哲 你叫蔡壁如是杀的不是吗 所以蔡壁如干嘛要回来 你就先回来我有难啊 你就先来回来帮我啊 如果我的心欢对我更好呢 我说的心欢是卢秀燕 卢秀燕他在台中市分五 我要讲蔡壁如其实除了在台中市政府的顾问之外 他跟卢团队其实相处的还不错 他也很努力的在深耕 他原本的基层那个选区嘛 虽然那个选区很困难 但是不要忘记了江启臣 如果选上市长江启臣那个选区就空出来 那个选区就是蓝大于绿的选区嘛 所以蔡壁如一直想要争取跟江启臣 假设我蓝白河 我民众党不在台中市提名 支持你江启臣 我跟你江启臣换的就是那个选区嘛 这个是我蔡壁如跟卢妈妈 卢秀燕可以谈好之后 直接跟江启臣交换的嘛 那客户者你除了叫我杀人之外 你可以给我什么 所以这个东西是为什么蔡壁如不想回来的原因嘛 另外就是说蔡壁如讲说你想太多了 直接讲说柯文哲你根本就已经没有用了 我现在在台中市政府过得很好 我跟我的心欢处得很好 而柯文哲你这个前男友已经没有用 如果对蔡壁如多召唤几次 他会不会心软就真的回家呢 稍后回来还有陆委会针对于中国旅游警示 提升成为橙色警戒 就是避免飞标的旅行 中国对台湾发布了惩戒态度条例 甚至有很多国人到中国旅游的时候 被非法扣押 现在传出跟陈伯伟同年同名字的人就被抓了 我最近有很多朋友说 是不是不要到中国去 因为已经发生过很多人 在过境香港或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 就整个扣起来 所以橙色警戒对要到中国去的民众 要特别注意 对确实是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包含我们陆委会 已经去发布这样的橙色警戒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 对现在全世界各国 对中国有警示的状况 其实也不止台湾 包括韩国也发 对中国的旅游发出了警示 那旅游是根据中国 现在的他们的国安相关规定 你的包含手机 你的这些3C用品 可能是会随时被任意的查控 韩国也是这样 不止台湾的 对甚至他们会要你交出 这一个你可能你的 包含你的个资 你的帐秘等等 你的所有的数位通联记录 可能都要摊在他们的海关的检视之下 包含美国也有发布这样的旅游警示 美国就是说你可能去中国 说不定会有被不当的拘留的风险 事实上那这样的风险都发生过 因为台湾人我们好几个例子 例如说李孟居在中国前后被扣押了四年 所以确实是现在去中国 可能这部分的风险 大家真的是要审慎评估一下 而且今天再传出来一个新的历史 就是说有一个等于是我们台湾人 他去中国就因为他的名字 然后年龄 他的名字刚好发音跟陈柏惟一模一样 这个英文拼的是一样的 年龄也同一年 然后他就是到了香港落地以后 就被带到小房间去问话了 所以你看得出来很明显是显然那边 已经有建好一个黑名单 哪些人是觉得说肯定是 这个来可能要搞事了 那王毅川一定在里面 对那一定这个不用讲 这都被惩戒了 一定是黑名单 我最近有去Google跟我同样名字的人 台湾人没有 没有啊 只有一个在中国的 然后他是一个烟毒犯 可是这个要小心 你的名字在台湾只有 only one 就你有而已啊 对 你不是蔡奇亚米兰吗 没有没有 可是不一定是同名啊 搞不好是英文名字一样 对对 如果翻英文 WANGYI穿 对 所以不一定同字 各位观众朋友要小心了 不是中国不是从文同字 是英文偏语同字 对对对 你的发音如果跟王毅川 12341 搞不好你也会中 对哦 吴征也会中 对那吴征也中了 不是这样讲 对所以其实 民进党立委昆成一定也 那你一定中的啊 跟他一样的名字很多 蔡奇亚米啊 蔡奇亚米啊 许舒华更多 对啊 对啊 所以这部分真的是大家想 南投现场学说话也不能进去 说的也是 那我在想 刚刚大家我们讲罢免了 那我这个部分想要再补充一下 因为其实刚刚袁芝也代表了 等于他发表了一些 国民党立场的这个言论嘛 那我是觉得说 国民党在定调罢免这件事情上 一直否定说是人民对于立委 对于市长有意见 要来发动罢免 那一直把这个事情定调成是说 哦就是民进党要发动罢免 这就是政治斗争 这个叫恶意罢免 政治性罢免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事实上是站不住脚 那因为第一个理由嘛 我们看 我们例如说我们讲 刚刚袁芝也提到韩国瑜罢免 韩国瑜罢免案 他的罢免票数 是超越韩国瑜当选的票数 也超越陈其迈当选的票数 超越陈其迈当选票数 快要20万 比陈其迈第一次选 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票数还要再增加 将近20万 所以这绝对不会是什么 单纯的陈其迈没有选上 所以想把韩国瑜拉下来 我们大家陈其迈之者 帮他再弄一次 不可能嘛 因为票数上就明显显示出来 很多不是本来陈其迈之者 他也去罢免韩国瑜 这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说 刚刚袁芝也说 我们不要这样这么动荡 这么斗争 好像选输人不服气 我们就让他有一个 再选一次机会 但是这个 我就还是想到我们 这个陈伯维的罢免 因为陈伯维选上立委 那一年他的对手是谁 是严宽恒嘛 那后来陈伯维被罢免了 中二补选出来代表国民党竞选的是谁 也是严宽恒嘛 那国民党那时候 包含叶元智 我也没有看到有人去谴责严宽恒 没有人谴责严宽恒说 你是不是利用罢免 让你有再选一次的机会 你这样不可以哦 我支持你 我支持罢免陈伯维 但我不支持你再选一次 没有啊 国民党没有任何这样的声音啊 所以国民党现在要拿这样的理由出来 去说这个制度很坏 我都觉得是站不住脚的 很牵强 那再来 刚刚讲到这个陈伯维的罢免的部分 我还去找了当时 关于国民党在全力推动 这个3Q计划 他们对于罢免陈伯维的四大理由 那这四大理由呢 都是有登在罢免公报 跟我们选举公报一样 是发送到家家户户 当时国民党觉得陈伯维哪些地方不好呢 这个人这么可恶 我们要把他拉下来 四大理由 第一个说 无心地方服务 那这一点是什么呢 在这个罢免理由书上面讲说 因为陈伯维那时候整个激进党 只有陈伯维一个立委 也就是说只有陈伯维一个人可以做选民服务 所以他就跟其他地方党部 桃园 新竹 台南 这些地方的激进的 其他县市党部合作 去开这个服务处 罢免他就说 陈伯维居然 没有只在中二选区开服务处 在桃园 新竹 台南都有服务处 这个叫无心地方 把他罢免 一个立委服务处多开几个 就要把他罢掉 第一个 第二个说 好 说陈伯维背临民意 因为说那时候有一些社会案件 小灯泡 什么这个政洁案等等 陈伯维有一次公开谈话讲说 犯罪问题是社会上 我们要集体面对的责任 说你居然说这个 社会上很多人都有责任 太可恶了 坦白说我也不觉得 我也不理解 为什么这句话是这么可恶 但是好 因为他讲一句话 所以要把他罢免 这第二点 第三个说 陈伯维失言 因为陈伯维有一年 在4月1号愚人节的时候 他po一个文 说他去打那个手枪 然后就是这个手枪 然后瞄准的时候 闭气 就呼吸不顺 他就发一个这样文 办理团局就说 你是不是开黄枪 你这个打那个手枪 是不是在开黄枪 好可恶 罢免你 这里都好牵强 听了三个都好牵强 还有一个 说陈伯维恐吓反对者 因为那时候陈伯维 这个就是一元之说 他嘴秋 因为陈伯维那时候 有发文说 公民党在立法院来 我一个人打35个 但后来也没有真的打 陈伯维确实在这件事情上 出几个嘴而已 他就说他一打35 后来也没有打到 他就说好 因为这样 让陈伯维我们心生恐惧 把你罢名 那问题是说 陈伯维再怎么样 他就讲一句话 现在不是什么 牛许廷 不是什么罗廷伟 廖伟 在立法院里面 就直接出拳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四点理由 我刚刚这样回去盘点 我怎么看 都觉得 再怎么看起来 谢国梁现在被以强盗罪 真治案起诉 真治案列为被告 不是起诉对不起 都比这个该来的更严重 那甚至国民党 现在很多其他的立委 你说他们犯众怒的程度 有没有超越这个 在我看来都有啊 那我也很直接讲 例如说叶元支现在罢免 坦白说我觉得叶元支 跟国民党很多其他立委 例如许巧新 例如说很多 言宽很好了 跟他比起来 其实争议也没有这么大 他现在被罢免 最大理由就是因为 国民党推这个 国会扩权法案 黑箱扩权 然后十万人上街头 国民党不听 还是把他撸过去 大家觉得很愤怒 不行我要教训你这个政党 叶元支是中国国民党 所以我要罢免他 这个是最大理由 那问题是说 既然当时我们看到 什么彭博维 愚人节发个贴文 你都要把他罢免了 那现在人民觉得你 透过这个黑箱扩权法案 我反对你未来要把人民 可以传到立法院去 然后我要罢免你 这件事情 哪有任何不正当 对所以国民党要自己 经得起自己过去的 标准的检验 叶元支议委员 你怎么看 刚一直讲到你 我跟你讲 要罢免一堆理由 你知道上次 因为龚石有开个玩笑 我有偷他梗 来跟黄杰聊 blue blue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蓝音 blue 多一个I blue 然后因为那个龚石说 blue就是不律的意思 所以上次黄杰跟我讲说 为什么有人是blue 我就开玩笑 就是不律啊 蓝家白不律啊 然后有一个青鸟就说 罢免你 太会拗 我开个玩笑也不行 也要被罢 就跟陈柏惟开玩笑一样啊 那你觉得OK吗 那你觉得你OK吗 那你们就把陈柏惟罢掉啦 陈柏惟我刚刚已经讲过 那个前提是我们韩国瑜 一个市长被搞下来嘛 不是搞下来 那是高雄市民 所以他觉得落盘不爽啊 就是仇恨嘛 不然怎么会 他罢免93万票 陈其迈只有74万票 罢免就是仇恨 就是我要一直讲你坏话啦 要把你的工作拉下来嘛 你很坏啊 选举不一样 选举 像我今天假设 我今天跟王英山进选 我们搞不好搞得很欢乐啊 但是如果要把他罢掉 我一定讲到坏话啊 可是照你这样讲 那罢韩的这93万市民都错的 他们都很盲目的被删造仇恨 上次任志也拍了一个影片 要罢免陈柏惟嘛 3Q3Q 那时候任志对陈柏惟是仇恨啊 他不是拍了一个什么罢免3Q3Q那个嘛 任志自己也 因为到 因为选到最后 就罢免到最后就变有变蓝绿嘛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韩国瑜 民进党是请全场资料把他罢掉嘛 所以本来就罢免都就变成 就变蓝绿了 啊我跟陈柏惟 那时候你讲 我说他嘴秋 那是我要提醒他好不好 我说你小心了 你被罢掉就嘴秋 我提醒他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要录一个罢免陈柏惟 那个我解释过嘛 那你跟陈柏惟有什么仇恨吗 我之前哭熟那个 唐凤的影片嘛 然后那时候台中说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拍一个3Q的 就这样啦 就这样 因为那个已经到罢免末期了 我现在是当立委没几个月 就说 陈柏惟当立委没当多久啊 对 不过其实重点就是说 你看其实当时国民党 要用政党力量搞掉陈柏惟 这就很明显嘛 那他当时 韩国瑜先被绑掉了 不是 陈柏惟就讲了嘛 那不然我们现在讲罢韩吗 罢韩93万票 然后这些都是民进党冻出来 然后他们都仇恨动员吗 所以你觉得高雄人都被民党蒙蔽了吗 因为现在有点结果论 就是说 因为罢掉他的票数有比他多 得票多 但是其实赵绍康在罢韩之前就有提 说要不要修那个选骂法 就是说你不能够用 就是比较少票数去罢掉 你得票比较高的人 但韩国瑜的罢韩票数是比较当选票数更高 所以说他罢韩就是因为韩国瑜做的不好 因为他落跑去选总统 所以才会激出比他的得票 或陈其迈得票都更高的人 高雄盛名处来罢免他嘛 那你现在说因为韩国瑜被罢免了 所以我们后面有谁来罢免 我们后面都很正当 现在罢免都是错的 那这根本完全是审千奖 真的罢免到最后都变蓝绿了 你看每一层都这样 如果国民党真的要修有 不应该适用在这一层 因为这一层的这个选举出来的时候 选举跟罢免的规定就是相同的嘛 不是说如果现在修了 然后变成说这一层适用 那这个立委就是自肥啊 稍微来来看到的是一圈哥说 现在被跟奸的人已经不是他了 除了于将军之外 换上还是沈柏洋 7月号都还没有到 跟陈柏惟同年 英文字一样的陈柏惟 就被这些小房间来问话 所以包括王毅川 包括沈柏洋 都去不得了现在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 现在是一个叫资讯混淆战 就刚刚就像王毅川说嘛 他说蓝白一个月杀一个 对不对 先杀这个比较肥的 先杀比较肥的王毅川 先杀比较帅的 比较帅的王毅川 接下来再杀这个所谓这个于北城 接下来就是沈柏洋 你看刚好这三个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党政军 你看于北城代表军系嘛 那党就代表这个我们传歌 那政党呢 为什么因为你看 现在这个所谓这个 我说这个沈柏洋 他现在非常受年轻的欢迎 因为他讲话论述大家都听得懂 那直播又非常多人看 接下来就杀他 偏偏沈柏洋最近讲了一句话 其实他也没讲什么 那时候我们在讨论那个VPN 也就是说要讨论技术上的问题 就是资讯站的问题 什么是资讯站 各位在座的这个男性友人 你们年轻的时候 有没有去看一些片 什么片 什么年轻的时候 青春的少年时 老的时候也要看啊 对对对对 有时候我们为了要去看一些网站 想说我们要隐秘一点 他会被发现对不对 那我就会去跳IP嘛 如果有些人听过说跳IP嘛 对不对 想说我跳到国外的对不对 然后再黏进去看那个网站 转换身份的概念啦 对 然后通常我们进去这个网站的时候 要求度也不高 因为重点是那个影片对不对 重点是那个影片 你会发现上下左右都是广告 然后时不时突然间影片会lag一下 然后跳出一个视窗说请点我 请点我 广告啊 这个什么高清高画质请点我 那就会有人按下去嘛 一按完蛋 一按这叫什么 这叫钓鱼 你一按的那个瞬间 其实你不管你前面做了什么动作 他直接去记录你电脑里面 浏览器的所有的记录 你看过什么片 你做过什么行为 在这个网路上 他全部把你抓回去到他的伺服器里去了 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这样 那当这样的时候人家说 这个怎么可以分析的出来 你的立场很简单 其实在国外美国 大家有没有记得在之前 川普在选战的时候 他是大量的启动资讯战 这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研究 跟书籍都有载记 就这样是什么 譬如说你看的影片 你是属于左派 还是你是属于右派的 你是属于看的影片 比较属于左派的时候 你是社会主义的 你比较右派的时候 你就是资本主义 他可以这样子分析啊 我举例来讲 譬如说我都在看一些 甄嬛传什么等等 比较属于滑片 但有一些人看的专门他只看 台湾制作的 这个local的戏剧的时候 台剧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的政治立场可能怎样 所以这些资讯的轮廓 他当你取得了之后 他就知道你是什么 而且我必须告诉大家 有了这些之后可以干嘛 可以开始大量的对你投放广告 或者是影响你所看的这个网页的内容 那告诉你的资讯这样 所以我必须要讲 沈柏扬在昨天开始 明明是我跟他这样访堂 就这么震惊啊 从昨天开始 这个网路就摔牌说 沈柏扬说A片怎么样 我跟你讲 这就是资讯混淆战 对 彻底的想要把他的信用度给毁掉 谢谢大家 谢谢